今年初震撼国内的布陶群聚感染 一共造成21人确诊 其中就有7人是案863副护理长一家人 不仅全家住进隔离病房 副护理长婆婆更不幸病逝 当时担任布陶疫情前进指挥所 指挥官的王毕胜 昨晚在脸书发文提到 确诊一家人已经康复出院 王毕胜转述探视情形 提到副护理长一家人 感谢这段期间医院同仁的支持鼓励 陈时中也代表国人 表达对他们一家人的付出感念 至于副护理长何时回到工作岗位 医副会执行长王毕胜 跟布陶徐院长都说 希望副护理长再休息多日 等身心都恢复到较好情况再复职 约时新闻朱古巴萨克陶约市采访报导